農曆精月初五返工日 拜财神爷是求新一年生意兴隆 事业发达的好时机 除了直接拜财神外 市面上还有六个简单的招财小妙招 跟着几步就可以令新一年财源广进 大家不妨一试 偏财运赏往 买齐五帝钱 顺治 康熙 雍正 天龙 家庆 串好后在庙里拜乡 提升开运气场 再带在身上 帮助提高财运 想财运滚滚而来 准备一小袋福袋 里面放168元铜钱 50元两个 10元六个 5元一个 1元三个 放在皮包或挂在门上 日积月累 财气自然来 想年年有余 过年期间弄个小米缸或桃笼 层层放好米 面线 圆饼 外面贴 福财红纸 放厨房一角 7天内食用完 有助财运事业商丰收 红包袋招财法 准备一个红包袋 放入168元铜钱 可以放在前包或者晨卓下 每次上香时求过财运 让福气财运根里行 八卦招财包 在红色小布包上贴或八卦 放入五谷铜盐 用红线绑好 春节挂在家门或店门迎风处 迎风生财 记住每年要换身 提升财富积累能力 五帝钱放最保盘内 再加100、200、500、1000元紫钞同一 五、十、五十铜钱 放黄水晶或圆形水晶球 放在家中财位 助你财运亨通 跟着这几个招财小贴士 新一年财运自然旺盛 大家快点试下啦 2024年一到 大家都希望新一年好运连连 守护网简出 四星座 在工作和投资方面 将会有大变化和机会 掌握得好 财务成功指日可待 卯阳座在火星正面影响下 今年特别有活力和动力 谈判销售方面天赋异品 事业有望大突破 仍来丰厚回报 但记住 投资时不要太冲动 要有耐性 做足功课评估 设定长远目标 设物为短期收益所迷 良好理财和明智消费 是财富增长关键 天平助受金星正面影响 人制关系和合作机会 将转化为财务成功 在团队合作中发挥关键角色 或通过社交活动认识贵人 为职业生涯带来新机会 但要注意经济独立和自主 同时享受生活 适度休闲放松 有助保持最佳工作状态 处女座因细心谨慎 对财务管理有敏锐眼光 2024年财运有机会达到高峰 只要把握机会 发挥理财能力 就可轻松获得丰厚回报 应多关注投资市场发挥更多机会 摩托座个性坚定勇敢 工作积极 以受尝试青睐有升职机会 2024年是职业发展快速的一年 但要记得保持团队合作精神 不要为个人荣誉和同事疏远 财运方面 可尝试新领域投资 如科技 新能源等 但要谨慎行事 多关注身边人需求 帮助他人同时自己财富也会增加